桃園 陈先生 陈先生你開麥 陈先生 喂 陈先生你好 阿恩幾歲哪裡人 我六年級生 然後 那個桃園人 對阿你就桃園人阿 有什麼好想的 六年級生桃園人 我剛剛在想你還會是哪裡人 阿你就是桃園人 因為我跟那個 那個 Youtuber的聲音有點 有點有那個時間落差 我想說欸奇怪 我有聲音 對Youtube會lag 你要聽Discord 你現在把Youtube聲音關掉 然後開Discord來跟我對話 好 好好好 來這位六年級 那我們差不多大來 你應該大我一點 來六年級桃園 你是六級的 66年次 好你大我一點 來這位桃園陳大哥 來陳大哥 來您說你想說什麼 我想說我其實是支持支持那個就是中共他們他們對台獨的台獨的那些資本家做那個就是做查處的行動 嗯怎麼說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如果不這樣做的話 就是會有很多台商啊 他們其實一邊在賺大陸的錢 然後一邊又在又在台灣做為作福 嗯 因為其實這會造成 這會造成其實 那個綠營啊他們會有很多的資金 尤其是他們不只有 他們不只有一些台商的資金 甚至還有一些美國那邊的資金在幫助他們 嗯嗯嗯 他們才有辦法去養這些1450 嗯 那 如果說 而且我覺得 如果說 中共想要 真的想要處理處理台灣的問題的話啊 就不能夠只想著說 我打 我打台灣我就是 就是 武統然後就結束了 嗯 因為其實台灣人其實 對到目前還是蠻多人都不是很 不是很信任中共 這是一個事實 嗯嗯 但是 這個事實也是也是存在於 因為媒體的不斷的在抹黑 抹黑中國共產黨 嗯 那他們為什麼有這麼多的資金去 去掌握這些媒體什麼 欸三明治啊 然後什麼東森啊 這些通通都他們在掌控 嗯 就是因為他們有很很強大的資金 在資助他們 嗯嗯 那如果說 中共真的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想要改變這個台灣的輿論現狀的話 嗯 就必須要 就必須要 對釜底抽薪 嗯 要把他們的資金給斷掉 嗯 那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他們在在處理 遠東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殺雞儆猴 嗯 讓這些 讓這些台商 他們必須要選邊站 嗯 他們要嘛就是 就是支持台獨 然後就不要去大陸了 嗯 要嘛你如果要在大陸做生意 那你就要考慮跟台商 跟那個台獨劃清界線 嗯 這樣子才 這樣子 自然 自然這些1450他們就斷了金流 嗯 那其實 1450斷了金流之後 就會影響到說 這些1450他們的 他們沒有金流之後 變成說他們 他們不可能不賺錢 然後一直做抹黑的事情嗎 嗯 那他們自然就是不 不然就是不說話 不然他們就是罵民進黨 嗯 自然就風向就會轉變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 這個政策實施了之後 過半年 大家就會慢慢的就會感覺到 他的風向在轉變 嗯 我不覺得有這麼立竿見影的效果 哈哈哈哈 但是 他可能可以斷 可是如果不這麼做的話 斷一些金流 但不會有這麼大的效果了 其實 期待不要那麼高 好 來你繼續 因為其實美國 美國的媒體不斷在抹黑 抹黑中國大陸 其實我想 嗯 大家都看 如果說有看大陸的新聞 然後看台灣的新聞 再看 一些美國的一些新聞的話 都會了解到說 其實 甚至你有去過中國大陸 你會知道很多以前的造謠 是不可能 不可信的嗎 嗯 對啊 這是很明顯的 那這些 這些人 為什麼他們明明知道 有很多人講謊話 但是他們 他們是知道實情是什麼的 嗯 就像是蘇貞昌 他為什麼會說 大陸人在專木取火 撿木材生火啦 不是專木取火 撿木塊生火 就是 好了好了 專木取火 所以 台灣人就是被 就是被 被那些媒體洗腦了 所以覺得說 大陸人都是 就是過得很苦啊什麼的 嗯 所以說蘇貞昌才敢講這種話 哦 那不然蘇貞昌 蘇貞昌怎麼敢講這種話 這種話 如果說大家都知道 大陸的真實情況的話 對 台灣人都知道大陸的真實情況的話 蘇貞昌怎麼敢講這種話 不是被人家笑死了嗎 是 對 所以說 自然就是 自然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 要從他們的輿論 就是其實 美國 美國他們有三大霸權 第一個就是軍事霸權 第二個就是他們媒體霸權 第三個就是金融霸權 但是現在影響 其實影響 就是中國大陸跟台灣的緊張關係的 最嚴重的就是媒體霸權 既然我們沒辦法 控制他們一直捐獻給台獨他們的一些金錢 那我們就想辦法讓台獨的資本家 沒辦法再給台獨一些資金 這個其實是可以有效的幫助台灣人 甚至可以說我覺得其實 其實可以知道說 台灣的年輕人很多人對大陸的誤解 如果說這些資本家他們沒辦法捐錢的話 自然他們就沒辦法做那麼多欺騙台灣人民的事情 對呀 這其實是一個好事 但是那個桃園的這個陳大哥 我大概跟你講一下 就我為什麼會說就是 可能會有一些效果 但不會有你期待的這麼大的這種效果 主要是因為民進黨 他有很多方式可以去弄錢 他現在在執政 他直接把整個國家的 就國庫通黨庫嘛 就把整個國家的稅收或整個預算 都可以透過什麼發包啊 或很多方式直接包給1450 比如說什麼農委會的一個什麼預算 直接編 然後就編給1450 1450的來由不就這樣子嗎 所以如果你要繳稅 對那基本上你就是民進黨的金流來源 某方面來說就是啊 這沒辦法 這麼說沒錯 但是 對呀 而且他其實比如說買武器 買武器中間也很多回扣啊 那中間的那個 當然很大是美國的軍火商拿走 但是很多一部分 他們會有很多案盤回收 包括後續的維修什麼的 那你每一個預算書都有可能是 民進黨的金流來源 那這個政治獻金的這個 當然有一些嚇阻作用 但不會有你期待這麼大的效果 所以你可能要把期待值往下修一下 這是我的看法啦 嗯 我的看法其實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覺得台灣再怎麼有錢 他也不可能是資金是無底洞嘛 那他勢必會有截責而餘 他現在民進黨就在截責而餘嘛 那截責而餘的到最後總有一天 這個池會乾掉 那到時候就自然就會顯現出很多問題 譬如說健保卡他快要破產啊 健保費快要付不起了 那台灣老百姓不是就完了嗎 台灣老百姓就是要讓他顯現出這種狀態 那台灣人你才會看清楚這個事實嘛 要不然台灣人民會以為說 現在股市都一片大好啊 然後大家路上都開著名車啊什麼什麼的 就會以為說現況都一直很好 但是他們不知道說民進黨他正在對 對台灣進行截責而餘的這種事情 不然台灣怎麼可能有那麼多錢去買一些軍武 然後又去搞一些1450呢 唉 好啦 我知道 但我不希望就是 會台灣要鬥到內部 然後大家才會醒啦 就是這樣 而且其實民進黨那些既得利益者 台灣老百姓就算餓死了 他們也不會死到他們啦 你知道所以就是 唉 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嗯 其實我比較沒那麼悲觀 因為我覺得 台灣人民其實很多人是清醒的 只是覺得說 我們就是要過日子 你也太樂觀了吧 所以就不跟這些當官的計較 喔好 我沒那麼悲觀 你也太樂觀 你覺得台灣老百姓很多是清醒的嗎 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 其實 我 我對台灣的政治其實是蠻 蠻覺得不可思議的啦 嗯 因為在 在四年 在將近三年前的時候 當時 當時在 在 就地方選舉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 大家是 全民最大黨是討厭討厭民進黨嘛 嗯 那怎麼會突然一下子轉變成 轉變成這個 轉變成說喔 大家都支持蔡英文 還817票 嗯 這怎麼有可能呢 817萬啊 嗯 對對對 這其實是一件 蠻離譜的事情啦 嗯 所以我覺得 這個還需要觀察說 這到底是什麼 也許歷史以後會 會 會 讓 就是揭開這段 這一年半裡面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好 好 OK 好 謝謝啊 就是不要那麼悲觀 很厲害 挺樂觀 就是不要那麼悲觀 明義沒有那麼悲觀啦 好OK 謝謝你我也如此希望 OK I hope so 好 謝謝你啊 那個陳大哥你第一次來上上我的麥 歡迎你以後多來call in喔 好好好 好 謝謝你謝謝 好 OK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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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